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撐警藝人莊斯明 在國泰機上的一件小事 竟然在網路惹起一片馬聲 到底是甚麼事呢? 事員乘搭國泰航空的班機前往曼谷 出席朋友的一個婚禮 當機組人員向乘客派發了入境申報表後 可能這位莊斯明發現自己沒有帶筆 於是他就按著自己座位上的燈 要求服務員走過來想借筆 根據他的公稱 按了三次三次都被人關燈 沒有人走過來 直至第四次有空者走過去 於是他就成功借了筆 但是根據他所說 當他還筆的時候 他就要求把他的感受 要向他的上司反映 這位空姐當然問他 為甚麼事幹 莊斯明就向這位空姐 敘述整個事件的過程出來 好了 這位空姐馬上就把他的意見 向他的上司轉達 於是那位上司 就是一位男性的空服員 馬上走過來向他連忙道歉 就說不好意思 還說會幫他找出到底哪一個空姐 是這麼不專業 幾分鐘以後 那位男性的空服員就過來找莊斯明 那位空少就說 已經和經理反映了實情 而且找得出到底哪一個是這麼不專業 想問一下莊斯明你怎樣處理呢 想著 莊斯明就回答 其實只不過是想反映一件事 希望這種情況 就不會發生在其他乘客身上 好了 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他又不是 莊斯明先將整個情況 以幾百字 聚述在Facebook和微博那裡 來到這一刻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每一個市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都應該是受到尊重 而且是被保護的 包括這位莊斯明 只不過他竟然是把這一班機的機組人員 他們的個人資料 就登上Instagram 然後就說 看看郭泰會怎樣處理 到底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想製造公審呢 就是這一刻而已 就引起了很多市民和網民的反感 其實這件事就反映出幾個問題出來 第一就是這位莊斯明 沒有品 先不要說其他 只是看看他的文章 就已經開口看著你了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這次來曼谷是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 因為機票和酒店都是朋友準備的 所以我並沒有多加要求 而國泰的經濟倉對我來說 也是相當舒適 服務一向也相當專業 其實你特地找一段來講述 為何自己坐國泰的經濟倉 就已經給人一個感覺 你是變相踩著自己的朋友 就是說這件事 為何引發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出席他的宴會 而他安排我坐國泰的經濟倉 你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你是變相踩著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尊重你的朋友的時候 要不專程寫這一段出來 跟市民交代 為何你會坐國泰的經濟倉 你覺得自己很醜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醜 你自己給錢坐頭等倉 坐商務倉 我只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 就已經感覺到你不是很尊重這個朋友 除此之外 就是你借筆而已 就是你如願意嘗 借筆 填寫到你那張入境的新報表 那你還想怎樣呢 你心心不煩 要求將你那些個人勞騷 向那些空服員反映 那空少已經傾聽了你所有的心聲 而且將你的意見 聲稱向這個經理反映 也找得出哪一個空姐 是怠慢你 那你還想怎樣呢 你是不是想趕別人上絕路呢 竟然將整個機組人員的名單 就登上Instagram 是不是想別人失業才安樂呢 很少一件事 何必來到小題大做借題發揮呢 你莊斯明作為一個堂堂大台的藝員 竟然間要跟那些機組人員計較 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 已經未免被人感覺到你是太過小器 還有人去過泰國也知道 就是一定要填入境新報表 你自己忘記帶筆關人鬼事嗎 如果每個人都要向機組人員借筆 那人家就很不行了 一架飛機二百多人 那他就要準備二十幾三十打筆 開文具譜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借不借就算了 你下機一樣可以填 只不過你不想下機排隊才填 那你就要在機上填 那人家就借筆給你 吵一頓 第二就是顯得你雙重標準 這些藍絲就是這樣 你自己去撐警 你只不過是被那幫豬隊友燈的那張俠照出來 你才無可奈何迫不得已 就轉趨高調 當時這個撐警聚會的搞手 就叫做朱亭軒 朱亭軒當他察覺到那些俠照 被那些俠隊友燈了出來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就是罵人家 就說 Please delete and don't forward out 還說聰明一點好不好 人家來支持你 你們真的害死人 還有說什麼 是秘密探訪不出鏡 害死人 你真是想秘密不讓人知道 不過被人起了底 終於你就要逼出來撐警 因為你不能回頭 你失去了本地人的支持 好了 你自己身受其害的時候 你竟然自己去搞起底 這些是不是雙重標準 還有那些藍絲經常說 那些市民去建警察底是不對的 就是犯法的 就是卑鄙的可恥 所以為甚麼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是曾經買黑色對方 你自己作有可行 而你自己做就可以 而別人做就不行 那些不就是雙重標準 為何藍絲這樣 而且那些藍絲就是友慧 而會否告捕那個莊施明 他正正在做這個起底的動作 有把關於集團人員的名單 都記著出來 這些都是一個人的私隱 不要講違法也好 那一段我們是參與 他們計算是不能打發 你這麼做應該還不是 那些藍絲會否斥責你呢? 這不是政見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 當你這群藍絲口口聲聲說要反對一切起底行為的時候 請問你會否反對莊斯明的起底行為呢? 很明顯是不會 因為莊斯明也是撐警 大家想想撐警的就是這群人 就是沒有質素、沒有原則 立場先行 根本上移來移去的龍門是任搬的 而且你起底有甚麼目的呢? 請問你想達到一個甚麼的效果呢? 你是想別人炒柔、失業 想別人受懲罰還是怎樣? 想收警告信還是怎樣? 這些是否讓人的感覺是立心不良? 你想別人怎樣? 別人已經向你連亡道歉了 已經是說了不好意思 也是抽出了怠慢你的兇者 也是向上司反映了意見 你還要求別人去跟進國泰航空 請問要怎樣跟進? 跟進甚麼? 你想達到一個甚麼效果? 你直接說出口就好過了 就是要炒柔 或者順我者槍、逆我者亡 是不是想做到這樣呢? 最後就是 這件事也是最重要的 究竟你那個基組人員的名單 這份資料是從何而來呢? 當然 我知道不是你能夠接受這些資訊 對不對? 你沒辦法傳取得到 一定是由一個第三者 就是你的朋友 轉載給你的 問題就是 你這個朋友到底有沒有牽涉到一些違規的行為? 為甚麼他可以接了這張圖片出來 讓你在Instagram發出? 這個有沒有違反到傳取內部資料的指引? 因為國泰航空就算有這個系統 可以是翻查得到 到底哪些基組人員在該個行班服務也好 人家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內部參考之用 我絕對相信他們的資料的守則裡 是有說到這些資料是不能夠作出公開的 現在就洩露在公海上 所有人都看見了 而且你是沒有作出任何打格仔的行為 你是整張圖片原封不動就登了出來 後來那些報紙登你的圖片的時候才有打格的 這個當然是給人家一個感覺就是 你有沒有牽涉到違反了私隱條例呢? 他自己聲稱是甚麼呢? 就說問過律師的 就說並沒有違法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沒有公開別人的個人資料 例如身份證、電話、住址等等 這些就是回歷錶 就是說你覺得沒有登出別人的身份證資料就沒有違法 就是說你如果登出身份證就有機會違法 那你就由回歷錶中了大埔的警察 是不是? 這些人撐警哪有質素呢? 中了回歷錶啊! 莊施明 你撐甚麼警察? 你為了幫自己辯護 竟然間就置大埔的警察於不顧 人家直接把記者的身份證燈出來四十秒 你嘗試一下被毀吧 麻煩你還說自己撐警撐到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 還有國泰航空又要向那些乘客和市民公開交代 到底這件事件是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你的職工是可以傳取到那個資料 機組人員的資料 然後就洩露了出去這個公眾地方那裡 今天你就洩露機組人員的名單 第二天會不會洩露乘客的名單? 那私隱保障何在? 你又要公開交代了 還有今天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發表了一則聲明 就說有人將公司的機組人員執勤名單公開到社交平台 對此表示高度關注 而且涉嫌觸犯個人私隱條例 工會速請公司的管理層徹查事件 並且加強保障員工的個人資料措施 那我覺得說得挺對的 到底哪一個是提供這些資料給莊施名? 這個人要查一查他 他就是最大責任 你有這樣的權限就不代表你要濫用 而且你是將這些資料登出公海 是收不回的 這些東西是回不了頭的 很多人就已經下載了下來 所以這些情況真的非常惡劣 希望國泰查一查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